Lay的教练 杨诚大神 我是Lay的教练 杨诚大神 我是Lay的教练 杨诚大神 我是Lay的教练 今天要教大家增强 自己的这个双打的一个防守实力 最基本的一点就是 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防守姿态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挑直线或者挑对角 我们应该去防哪里的球 怎么去防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双打的运动员 其实在比赛当中的防守 恨不得那个重心 那个脸都要贴在地上 他们的准备的这个重心是非常非常低的 因为你只有准备重心低了 你才有可能去接到对方的 这么重的杀球和那么近的吊球 那我们先开始今天的双打防守教训 首先双打罚手还是一个姿态问题 需要我们的两腿能够尽量的稍微站开一点 然后拍子放在你的眼睛的前面 尽量放在对方的这个杀球的位置 杀球的一般这个位置都是三点钟到九点的这个方向 那也有可能是人家会比较突然的去杀一拍追身球 也会有 但是呢这种球不要怕 因为我们的重心很低拍子在前面 所以说一般杀到我们的追身 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反应过来的 大部分的杀球应该是准备到三点到九点的这个方向 那我们杀球要注意一定要重心要趴的低 为什么要趴的低 第一好借力去抽他 然后第二在双打防守的时候 会比较怕对方的掉球 你只有重心低了 你才有可能的去快速的一步跨到前面 去接对方的掉球 如果你在那直直的 对方掉过来 你再启动 这个球肯定是来不及的 所以说在接杀的时候 我一定要把重心放得很低 能够对方杀也好 吊也好 我都能够第一时间去启动 去接他的这个进攻 然后我就是要强调一个双打的招牌问题 在双打防守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能是防守端挑了直线 你就好好的看你的直线 千万不要一人手一半 因为第一 对方的最佳的进攻位置 一定是直线和中间 通常情况下 不会贸然的去杀大对角 因为一旦杀大对角 被你的搭档挡到直线 对方就会很被动 而且这个时候 他的大对角的这个位置 他是一个空档 所以一般情况下 对手不会轻易的杀大对角 最好的进攻线路 一定是直线和中间 这个时候你需要 看住好你的直线的位置 把中间交给你的队友 这样去防守 如果你挑了对角 同样你的搭档 移动到直线防守的区域 你来防守中间的位置 形成一个扇形 这样的防守的站位 才是最正确的 今天的教学 我觉得对于双打爱好者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现在还会经常听到叶约好者说 中间的球正手去接 那我请问你 如果是左右手去配队 那中间的球该谁来接呢 真正的办法是 中间的球是该对角来接 那今天的这个双打防守教学 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学习 然后能够运用到实战当中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教学还不错 请多多分享给身边的球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